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有50多位中央委员还有党代表联署出席 接下来两天之后的7月19号 在台中党部的造势晚会 隔天7月20号 侯友宜的大本营在新庄恒意中学 有一场造势会 据说会有1500人到场 以及721的桃源 跟当地立委 总统合体的造势 我们看看像这样五箭齐发 必须赶紧的把蓝营的团结的气势展现出来 并且要让大家通通知道 国民党不是没有年轻票 今天早上均不见 国民党的所有的年轻的各地的干部 也都站出来 大家轮起拳头 告诉所有的蓝营支持者 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一定要团结一致 像这样的造势活动有没有效呢 其实要多管齐下 昨天侯友宜进办的执行长金普聪 也接受了我们TPBS的赵大哥的访问 您看到他讲 这个民调的部分 因为上一回金老师有开记者会 他特别提出来了 民调可能有误差或者是取样 可能有问题 他再一次好好地阐述了他的想法 我们来听听看 朱主席也说了党纪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再有这种什么换猴这些 你也知道 这些其实都是一时的骚乱 因为我做过党的主席知道 主席会做一个判断 如果不是的话 根本就闹不起来的 你那时候当党秘书长的时候 国民党到底怎样 要闹就给你闹到难看 所以我觉得是闹到难看的这个动机比较大 明知不可为 但还要坚持做的时候 那就后续还有一些想法 对不对 也许对郭台铭先生就更可以造成一些机会就是 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讲说司马昭之心 其实没有路人皆知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就是说制造分化 居心叵测 你要问我的话 就这八个字 这些人在这见缝插针 什么蔡振元 邱毅这些 常常都有一些言论 还是在呼吁像这种 郑立文这种 分化团结的例子 真的是 我们的支持者要了解 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大家 你看到金老师他提出了好几个重点 并且有人批评他说 你是地图炮全开 因为党内同志 有杂音的你通通点名到了 包括刚刚大家看到的 金普聪点名蔡政员 郑立文 说这些人是分化不团结的例子 而且其实金老师还有口误 他说当年我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记错了 他那个时候是秘书长 党的秘书长 所以你看到邵康哥 赵大哥也有纠正他 帮他稍微圆了一下 你看他点名到的这些人 他说你们应该为大局着想 像郑立文 你这种分化团结的例子 支持者要了解 大家应该要团结 应该要团结 今天早上郑立文 有接受广播节目的访问 据说他哽咽了 他说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为了我个人 我是为了国民党好 好了 我们看到其实党内还有杂音 包括在泛兰这一块 的的确确 现在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刚刚提到金老师讲的民调 他自己是民调专家 他特别提出来 现在有很多知名的民调 可是为什么 侯友宜在青年票这一块 感觉支持度很低 他认为其中可能有蹊跷 因为样本 样本的取样太少 所以误差太大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有知名的民调公司做出年轻人不支持 猴友宜的民调 可是受访者7成是50岁以上 因为年轻人很难取样 所以20到29岁只有30人 他认为有严重的偏差 可是我们调出来最近有做民调的知名民调公司 知名喊得出来的 包括我们TPBS 联合报 梅丽岛 就真的是年轻人 很一致 年轻人的部分 侯友宜都是敬陪莫作 或者支持度不高 不太高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民调的部分可能还要再想一想 或者是说要做出一个让大家幸福的民调 也许国民党自己也可以做一个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我们另外来看看 金普中评价侯友宜 他认为侯友宜像拉丁美洲左派领导人 这样的说法一出来就有人要问了 可能如果你对国际政治不是很了解的人 就要问说什么叫做拉丁美洲的左派领导人 我们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现今现任的南美洲 中南美洲的拉丁美洲的左派领导人 比较有名的巴西总统鲁拉 刚刚上任的 他为中下阶层 为一些人权或者是一些工人阶层 来为他们的权益打拼的比较多 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是 前乌拉圭总统穆希卡 小名叫佩佩 他很有名 美国的媒体甚至把他冠上了一个 全球最穷总统这样的称号 因为他把他大部分的薪水都捐出来 月薪九成捐出来 开25年的老车住农舍 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 牺牲自己的享受的人 然后为了民众来服务这样子的人 那更有名的是过去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切格瓦拉 所以金老师这样的比喻也有人认为 有一点点不伦不类了 这个看官们大家自己可以做一些评断 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这个金小刀 金小刀说 党内的杂音必须要消除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明天有一场全国公教军锦销的联合总会 我刚刚讲了 明天要办的一个盛大的会议 里头就有代表说 侯友宜的特色是 卓于口才 勤于做事 就像前台北市市长黄大洲一样 不过这样的比喻 恐怕侯友宜不会太开心 因为现在侯友宜最怕被说 像是林根仁 连战黄大洲 所以有时候要帮他说话 或者是对外发言 都要特别特别的 小心不要隐喻失当了 来 请教任俊 我觉得当然现在整体上面来看 侯友宜的民调 不管是哪一家所做 事实上已经没有 我认为已经没有什么机构效应的问题 因为不管你认为 这个媒体的属性立场是怎么样 确实他都呈现了一个状态 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第一名 也不是第二名 那有没有可能年轻人的取样失真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在做民调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你都要做示范 就要做这个手机 除非是手机你才有办法打 但你不可能去绑号码打 因为他变成特定对象 所以他一定随机选取 这就是为什么民调 他基本上对民调公司来讲 有一个东西叫做加权 他怎么样去计算说 他所获得的这个比例完了之后 他回去回推在这个族群里面 他应该占有的比例是多少 包含到现实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 各个民调公司他会掌握的一个 他各自的状况 你如果加权失真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发现到他做出来 会差别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刚刚前子所讲的那个是 其实你会看到 各家几个民调做起来 他呈现了这个叫做一个趋势 没有人认为说 他一定是准或是怎样 但是我们看民调就是叫看趋势 所以当金普通他今天出来讲说 他觉得有什么知名民调公司 什么什么 我第一个其实想到的是当年 韩国瑜那个时候 就觉得说我民调不高 干脆就叫大家不要去听信民调 那个其实一部分会带到这个效应 因为你并没有民调讲说是哪一家 但是会让你的知识者会觉得说 对 现在民调不準 那然后呢 我不认为他想要盖牌 但是他会不会引发这个效应 他会 所以我回来看就是说 现在对于侯友宜 或对于国民党本身来讲 你说党里面的问题 或者这是一件事情 但侯友宜本身 他到底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他的人设 从当新北市市长 被那么的肯定 我都讲他做新北市市长 他連任会投给他 可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却发现到 他也不过就5月17号那一天 隔了一天变成所谓的总统 他要被国民党提名的时候 突然整个大家对他的人设跟观感变了 侯友宜还是侯友宜 但为什么他掉下 我觉得如果侯友宜自己 不能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那会很麻烦 因为他变成是一个稻草人 所以稻草人的意思 我不是在贬义他 而是他现在做的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的侯友宜 不是侯友宜 连清补充都讲说 他要让大家再看见侯友宜 可是侯友宜有变吗 就是如果他整个的人都没有问题 那到底出在哪里 你刚刚提到说拉丁美洲领导人 老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是有点愣住 左派 对 就是拉丁美洲左派领导人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几个字的 第一个形象会是什么 但通常我觉得你如果讲说 他是一个民主国家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那个想法是 很光明 很正向 因为我们可能真的对于 拉丁美洲左派领导人这个东西 你看你们很认真的去帮大家搜索 说有几个 但是对国内民众来讲 他到底知道有多少 因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 拉丁美洲有些国家 基本上是很动乱的或是什么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 你用了一个很艰深的东西 太遥远了 太遥远 他有没有助于帮助侯友宜 我都讲如果当时王金平 都已经办了这么大的一个造势活动 150个前后任的立委全部队长 那是国民党创党以来 我印象中 我问过好几个国民党党员 我说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个 总统大选的时候 150个立委站的那里 他说没有 真的没有 这么大的场子 大家还要怀疑说 国民党有没有团结了这件事情 我真的只能讲 就是说国民党要比较担心的是 过去因为你这个提名 或者怎样 选举 老实讲会又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 导致你的量变 这个量变会影响你的投票结果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到现在 真的遇到危机 他有没有可能产生质变 也就是你今天内部 其实对于不管是路线或者怎样 其实已经对于党的想法 产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这个我其实觉得 对于国民党来讲 那个比选举的这件事情 还要来得严重 昨天为什么金普聪会说 侯友宜像拉丁美洲 左派的领导人 这是因为赵大哥问说 你为什么要帮他 你觉得他的个性到底怎么样 他的人格特质到底怎么样 他才吐出来这一句说 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 有点像是拉丁美洲 左派的领导人 因为在刑警那个环境 龙蛇杂蜀 这个侯友宜不抽烟 不喝酒 不收惠 不嚼槟榔 这个跟民众很亲近 有一点点像是过去 过去 这个国家领导人的精英形象 跟这个国家领导人 过去的精英形象 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那另外呢 他昨天点名了蔡振元 点名了邱毅 点名了郑立文 这些人不团结 其实某种程度 蔡振元已经跳出来 回应了 郑立文今天回应了 而且他哽咽 这块土地对我太好了 我觉得我有责任 有义务 我也不过就是说实话而已 我也没有 我就说我不争不解 我也少一块肉 我已经太好了 我已经国民党给我 两个不分区做了 我已经我够了 我够了 是 我们刚刚看到立文姐 其实哽咽了 在黄光晴的节目上头 感觉上非常委屈 来 我们先请教辉文兄 你怎么看 这个 金秘书长可能认识 侯友宜的时候 是比较后面的 你说前子你刚刚讲 那个刑警 这个毛哥跟仁俊兄 我们看了那么多刑警 刑警如果 这些事情都不做的话 那刑警也不要做了 应该是做内情 应该做内情 我不晓得金小刀在讲什么 金小刀可能认识的刑警 没几个 我就不跟他计较了 刚刚那个新北地检署 针对幼儿园的案子 全案不起诉 这个侯友宜可以说是 逃过一劫 就这么大的案子 但是因为新北地检署 办案办得滴滴啦啦 所以这个案子 就通通都一笔勾销了 这个对侯友宜来讲 是利空出境 因为前子这个幼儿园 有67个小朋友 最后去验毛法有36个 为什么67个小朋友 只有36个去验毛法 这个就要去问 新北地检署 你在办这什么案子 但是在利空出境的情况之下 能不能照刚刚这个 人群就想说 他民调拉起来 这我是比较悲观 昨天这个专访我有看 其实没什么营养的内容 他这个基本上金小刀 就是他是批民调 上次这个兵役的记者会 他再度的批民调 而且没有任何证据 用讲的 这个跟罗友志的水准差不多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跟馆长的直播 这个何伟宇是埋怨媒体 他们两个 我不知道他们讲什么 那个比较知己的我就不讲了 但是你看候选人在埋怨媒体 然后操盘的人在批评民调的时候 基本上国民党就输了 怎么去批评媒体 前子也是自身媒体的人 我们在媒体都这么多年了 媒体有对何伟宇特别的苛刻 没有 民调前子我们每天大白话 从这个半年前 就是开始陆陆续续民调以来 譬如说我就讲两个 讲吴子佳跟尤吟隆好了 这两大民调 侯仪都曾经是第一名 我说更早之前 当然最近都是第三 我说之前他也曾经领先过 我们TVBS的民调做了四次 前面三次侯仪都是第一名 只是最后一次他变成第三名 目前第四次他是第三名 怎么可以去批评民调 怎么可以去埋怨媒体 当侯友宜跟金小刀 都在怨天尤人的时候 那支持者怎么可能会挺得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已经乱了 昨天赵先生的专访问了两次 金小刀都避而不谈 你可以说他是 我有锦囊妙记不能告诉你 但是前子我是比较好奇 赵先生问了两个问题是说 你有什么方法把他拉起来 然后他就开始东扯西扯 赵康又问了一次他也是不讲 那没关系 你可以不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看结果 就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你有沒有办法把何伟的民调 让他起死回生 包括前子刚讲说 办的那些造势活动 我是不看好了 那些造势活动跟当年的寒流比 那个是什么比鸡腿我就不讲了 就说那个造势的 那个热烈的程度是差非常多的 我非常的悲观看待 何伟的这个未来的民调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的结论说 当何伟的民调继续第三的时候 换猴的声音不会变小 只会变大 不是只有郑立文一个人忧心 很多人是埋在心里 不想讲出来而已 是 来请教毛哥 是 我想在座 可能也都知道说 我是在马英九连任的时候 是在选办有服务过 我也跟过金老师共事过 我这一次看他出来 这个伏选侯友宜 我真的觉得 时空环境变了之后 整个当初伏选马英九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 马英九这个载体 今天我这样讲好了 前子或是仁俊 或是辉文哥去伏选马英九 当年的马英九 马英九照样当选 你这样讲 不要害我们 你讲你跟前子就好 他照样会当选 真的真的 你跟前子就好 因为这个载体叫马英九 我想大家 就谁来都当选 我想大家 你只要不要离谱到 一个夸张的地步 马英九就是会连任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事情 中间有很多人 帮马英九打了很多仗 但是真的不是像金老师 这次出来讲的这些话 我是真的有点失望 我觉得跟以前 我们印象里面的金普聪 真的 这两个礼拜看起来是 大大的不同 昨天他说 侯友宜像切格瓦拉这种 拉丁美洲的左派领导人 我是真正的左派 我是真正三民主义孙文的信徒 我都敢公开这样讲 但我不认为现在国民党里面 谁搞得懂什么叫左派 什么叫右派 国民党现在是一个 左右不分的状态 他们连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 民族国家政党 都搞不清楚的一个政党了 他现在还要 金普聪还要出来告诉我们说 侯友宜像这个左派领导人 左派是什么 左派是专门要跟警察军队 对着干的人叫左派 侯友宜是警察 他怎么会是左派 他应该是右派 这极右派的代表就是警察跟军队 所以侯友宜怎么可能会是 左派领导人 所以金老师这个过度包装 已经害了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不可能演得像这个人设 怎么演都演不像 他根本不知道你去问他 你去跟侯友宜 你今天去跟侯友宜讲 今天记者我觉得很留情了 你觉得你像哪一个左派领导人 他根本讲不出来 拉丁美洲有哪些左派领导人的 切格瓦拉当年当医学院学生的时候 骑着摩托车环游整个南美洲 然后要参加古巴革命这个事情 他会知道吗 今天我们在讲 过度包装实在不应该再发生 尤其说早青年军 今天我看早青年军出来 全台学青站出来 123456789 九个 我当年 金老师如果还记得 我们为了搞青年军帮马英九造势 连在高雄火车站 连在高雄的乡下 我们都可以两三辆游览车的年轻人 大学在学学生带过去 现在有吗 全台站出来 九个 现在可能其他在线上 在线上 OK anyway 我觉得时空环境变了 党政军的资源不在手上 金老师现在要帮侯友谊 我觉得也是辛苦他了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